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好,那我們繼續來講 S3 你應該怎樣開始 首先你要先 我們要用到的是 Firefart的一個外掛 也就是 大家比較 大家比較常用來管理S3的一個工具 就是 S3 Firefart 然後用這個 用這個 用它這個套牌 就有AARM 然後能夠幫助你來管理A3 所以 這是它的那個 下載 Firebust下載 的一個 網站 它點這個 這個網址之後 會出現這個網頁 這個網頁 你直接安裝 直接點安裝 它就幫你裝 然後你再打 先打開一個Firebust 這個瀏覽器 之後我們在那個 它的工具的部分 你安裝完之後 重新打開你的 Firebust瀏覽器之後 你在工具的部分 你會看到一個 A3 或個Nine Laser 就是 你點這一個 這個 點這一個的話 就可以開始使用你的那個 套牌的 A3 等下去之後 它會 它會 後面它是一整個 它的一個管理頁面 然後它會先 彈出這一個 這個 讓你登陸帳號 帳號的一個 一個 一個帳號 一個視窗 這個帳號之中 你就不需要點你的 名字 名字 你可以自己取 你取一個你自己知道 知道的 因為它這個可以做多個帳號的一個登錄 所以 你先取你的一個名字 那名字 是沒有差 但是重點是你的 SS-Key跟 Security-Key 這個SS-Key跟 Security-Key的話 就是我們剛剛前面講 你在 Amazon Web Services 那個網頁上 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 SS-Identify 的那個部分 有一個 SS-Key跟 Security-Key 這部分你要去那個網站上去 去處置你的那個 SS-Key跟 Security-Key 然後貼到這邊 然後再壓 Add 它就會 做一個登錄的一個動作 所以 這邊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把 它的那個 複製下來 然後 我現在選擇 Vicolab 所以它這邊 完了之後 它就會 新產生一個 一個 帳號 然後 那帳號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 左上角 在Manage Account的 右邊 你會看到 已經登入 已經登入 你這一個帳號 這一個帳號 它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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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官員一定會非常的 簡單 左邊的部分 是你本地端的 Local的部分 右端是你的 S3的 遠端的 塗成的一個 部分 我們要先 現在開始我們要先講 我們要先產生一個 Bucket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到 這個 這個Bucket 就是你可以想像是 你的URL 前面的那個 Hopetern Hopetern 就是你會產生一個 獨立的一個 這個名稱 你必須要取一個 我一的一個名稱 然後 我們怎麼產生一個 Bucket 產生Bucket的方式 我們在右上方 的部分 大概第二個 有一個 像資料起來 跟星星的部分 我們點下去之後 它 它就會 它就會產生 這個 叫做你要 取名你的 Bucketern 的一個 視窗 所以它這下面 有列出你的 Bucketern的一些 限制 像 你的 資源必須要 多少資源啊 然後 你不可以取名 那個 Idea 的一個方式 那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包含 那個 底線啊 這些限制 大家要 稍微看一下 否則你不能產生 這個Bucketern 然後這邊 我 我把這個Bucketern 就取得很會夠 所以 最後我可能 我在取 要取得多的資料 它 我們會看到 用 用拳選的時候 它會給你 上傳上去的 那一個 東西的 你要怎麼取得 它的 一個網址的話 你就會看到 是 什麼 HTTP 1號 其實你用那個 Waycall 對 所以 我 產生之後 就是在右邊 這個部分 所以這邊就是產生 一個Bucketern 產生Bucketern之後 你就可以 上傳跟 下載檔案 你 你上傳的話 就是箭頭向 右邊 就是你點點你在 Local端 Local端的 Local端的 那個檔案 然後你直接壓 右邊 箭頭向 右按 就直接上傳上去 或者是你直接點 右邊的 那個 Bucketern 裡面 裡面已經有一些 資料的話 你直接壓 那個 箭頭向 左的話 它直接下載下來 一個非常簡單的一個 這部分 我就沒有 截圖下來 這樣 因為這是一個 很簡單 很簡單的部分 我要講 它的那個 它裡面做一個功能 就是 你如果 重複你的 那個 S3上的資料夾 跟你本地端的 一個資料夾 所以如果 我們這一個 S3是 把它灌在 那個 EC2上面的話 你就可以 把你的 EC2上面的 資料夾 跟你 S3上的一個資料夾 做一個 統附 統附的一個工夫 然後 這邊的話 如果去統附的話 我們看到 它這個 它這個 選項的 左上有一個 Cycle9的 那個 Froader 點下去之後 它會要求你 設定 設定 這個 你的統附 你拿 拿兩個資料夾 要做一個統附 所以 第二 名詞的話 大家可以取一個 你要 你不要知道 像我們這是以 課程為例的話 比如說 我以整個課程都放在一個 目錄資料夾下 我的名稱我就直接選 比如像 搞到之前有上一個 增亡技術的一個課程 所以我就選這個 這個名稱 然後我本地端 我這邊 資料夾 就是 用 第二個是 你要設定你本地端資料夾 這邊你可以用 Boris 就是你直接去選 選擇 你的那個資料夾 然後跟 然後在遠端 你已經 你已經建好一個 課程 名稱的一個 資料夾之後 那一個 第三個部分 就是你選你 課程名稱的那個 路徑 你兩 兩邊 這兩邊都弄好 比如說 押Ad的話 它就會產生一個 重複資料夾的一個 規則 在這個下面 你就會看到一個 Account Net 所以這 這樣的這個部分的話 這個 你的這個 頭部資料夾的 設定 就已經算 設定完成了 設定完成之後 我們去 再去點那個 左上角的那個 Siccronize Froader 你會看到 它多了一個規則 這個規則 就是我剛剛取的 那個名稱 你只要 然後它 這邊有 很簡單的兩個選項 那就是 PUT或者是GAT PUT就是你要上傳到 SE 然後GAT 就是你直接從 SE 那個下載下來 所以如果你要 如果今天你是要把 你本地端的資料 上傳到 SE上的話 就點PUT 然後如果你今天是希望你 那個SE 那樣東西 已經有多變更 你要 你要那個 同步化到你的 目前的 EC2上的這一個 這次要講的話 你就用GAT 所以 這個 這個功能它已經寫得 非常的一個 簡單 這是本地跟S3 還是S3跟EC2 如果我們用本地端 說 S3跟EC2 就照到 如果你現在這一個 是 你把這一個 Firefox這一個 是灌在EC2上面的話 如果你是灌在EC2上面的話 就是你EC2跟 S3的那個 同步 如果你這一個 Firefox 這個是灌在你本地端的話 那你設定好的話 就是你本地端 跟EC2的一個同步 對 所以看你這一個 是灌在 哪個部分 對 所以這觀念很重要 再講一遍 這個是灌在什麼地方 然後 把這個整個 因為我們有 我們有 在Local上有資料講 然後 在 在EC2上面 有資料講 在E3上面 也有資料講 那現在 現在我們這邊 就有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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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幫我們做 維護 A3的 這個 管理的一個 一個 一個 透過 辦法的一個應用 那 那 這之間的 同步的關係 簡單來講 簡單來講 就是 你今天你的 Firefars 這個 如果你是 灌在 你的 EC2上面 因為你 EC2本身 也是一台電腦 那你把它灌在 上面 但是他這台電腦 你可能關機之後 你的資料就完全都沒有了 所以你必須要把你的 這些資料能夠 能夠儲存到一個可以一直保留下來的地方 那個地方就是 A3 所以你今天如果你把 Firefars的 這個 那個 A3 Organizator 灌在你的 那個 EC2上面的話 你在做同步的時候 就是你 呃 EC2 咱 谢谢观看